哈喽大家好,我是彼得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轻而易举的复读第十五课 我有耐性 今天我对自己和对每一个人都有耐性 因为我知道时间的存在只是为了促进疗愈和成长 我知道耐性和拖延之间的区别 明白耐性是来自于灵性的爱 而拖延则是来自于假我的恐惧 今天我满怀耐性和爱 轻松自在地完成所有的任务和活动 今天我有耐性 导读文章放下控制 放下控制 我时常被提醒放下控制的好处 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买了两只燕雀 一熊一瓷 我想要为它们配种 但第二天早上 我吃了一斤两只燕雀都唱起歌来 可是瓷性的燕雀是不会唱歌的 于是我连忙打电话给那个卖燕雀的男士 解释了情况 我急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希望尽快的把一只熊穴 换成瓷雀 这位男士说 九十分钟后他约了医生 而我几乎想说服他 如果我迅速行动的话 能够及时赶到他家 交换燕雀 而他也能够准时的去看病 但在讲话前我拦住了自己 取而代之的是 我同意他的建议 在下午晚些时候再见面 我实在对自己的反应有点意外 因为我确信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赶到他的家 通话完毕后 我接到一位客户的电话 我原以为我们约的时间 是当天晚上的时候见面 但他提前说 我们是十五分钟之后就要开会 而这个地产的会议 相当的重要 而它分成两部分 我在日程表上只写了 第二部分的会议时间 如果坚持交换燕雀的时间 我就没办法出席这个重要 而且利润可观的会议 导读文章 通过别人看见关于自己的真相 开始研习奇迹课程后不久 我有机会治愈 对一位同事的观感 与他共事十分的不愉快 每当他出现 我就浑身不自在 这对我来说 似乎有两种选择 离开公司 或者留下来与他和睦共处 而我选择留在公司 并且要求我的高级智慧协助我 高级智慧说 想象你是一个 拥有很多儿女的慈爱父亲 或者是一个 拥有很多忠实学生的老师 当一个老师面对孩子或学生 前来向你请求协助或所求 关爱时你会怎么做呢 他继续说 现在想着每个你遇见或接触的人都是你的孩子或学生 正在向你询问我是谁 而你在这世界的任务就是超越对每个人的行为而去看他们 提醒他们每一个真正是谁 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宇宙之子和这世界上的一道光 当每一个都知道这个真理时 他也会来反射给你看到你自己身上真正的身份 这是不能够靠你一个人来完成的 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对班上和治愈 这个个人的观感感到兴奋 当我到达公司 想象他会从口头上攻击我时 我吃了一惊 我所见到的是一位慈爱的人 他只希望以他最好的方式与我分享爱与光 那一刻我发现他是个有趣和快乐的人 有他在场时我感到十分的和平 今天的功课 感谢某个真正值得感谢的人 发自内心的感谢 看看我们的感受如何 肯定语句 和平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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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记今天信守承诺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 我有耐心的学习 在文章里面提到了 耐心和拖延之间的区别 耐心是来自于我们内在满满的爱 而拖延是来自于假我的口拒 所以今天试着轻松自在的满怀的爱和耐心 来完成所有的任务和活动 在导读文章里面 作者举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放下控制 第二个是看见自己的真相 看见自己的真相 需要透过别人 所以在第一个文章里面提到了 原本他想要做的事情 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去完成一个交易 但对方却告知自己目前有其他的安排 他原本想要去控制这个时间 原本想要去控制这个结果 但就在那一刻 他拦住自己 告诉他 他接受不去控制这个结果 而接受对方给的时间跟建议 在他还搞不清楚状况时 在他还在猜疑自己 为何会做这样决定时 他接到了另外一个电话 是原本他已经约了很久 很重要的一个会议 提醒他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如果当时他真的很着急 急着要去控制自己 去完成这几段时间的安排 反而就会错过这次的会议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有耐性 或许对方需要一些时间 而这个时间也刚好是我们需要的时间 所以想想看 给自己一些耐性 但这个耐性 里面是充满着爱 充满着灵性 而不是着急 也不是恐惧 在导读文章的第二篇 讲到作者觉得自己有一个功课 对于他的同事 因为他怎么看他 都相当的不舒服 所以他请高级智慧来协助他 高级智慧提供他一个想法 假设对方是你的孩子 假设对方是你的学生 他只不过是过来跟你问问题 只不过是过来跟你撒娇 跟你索取一些关爱 当你用这个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时候 可不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一些答案 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耐心 给他们更多一些关怀 当作者用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位同事时 原本他以为会争吵的事情 却看到了原来对方是想要用 更有利于我们双方的模式来解决事情 他终于看到了原来对方是这么有趣 这么慈爱 这么慈悲的一位同事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更多的学习 有时候我们可能只专注在自己想要的那一面 然后不经意的下了判断 但是透过做着这一次 这样一个换角度的学习 把他看成是一位孩子 把他看成是一个老师 一个还不懂如何解决问题的学生 只不过他来问问题 而我们要给的就是更多的耐心 要给的就是更多的放下控制 让事情随顺 让事情能够以沟通的方式去看见彼此 不同的光 不同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的功课 是要找到一个真正值得感谢的人 发自内心的去感谢他 然后看看自己内在的感受如何 这个方式你可以通过简讯 也可以通过当面 通过打电话 都行 但是要真正去做 因为感谢感恩真的可以让我们 吸引来更多值得感谢感恩的事情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边 一样祝福大家 在每一时每一刻 都可以活在爱感恩跟喜悦当中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